这个地方是新疆伊利州特克斯县 因八卦布局而闻名 八卦城呈放射状原形 街道布局路路相通 接接相连 这是一座历史上赛众 越士 乌孙 回合 突厥 蒙古 卡尔科兹 哈萨克 维吾尔汉 等22个民族的人民曾繁衍生息的城市 看看我昨天还穿着连衣裙 炒得热得要死呢 今天直接穿两件衣服了 我现在去找一家拌面去吃个午饭 这个地方写的是老台字过油肉拌面 那进去看一下 看着还是挺干净 虽然是暖一点 但是坐在屋里边还是有点热 我现在是在特克斯 也就是八卦城 昨天晚上一到的 就开始下暴门了 晚上下了整整个晚上 今天现在已经是两点半了 还在下暴 上午忙着做视频 发视频 磨蹭到现在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做饭了 到这家有一个二十年的老店吃一个过油拌面 一碗是二十块钱 然后自己倒在这里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你看到 我有点有点 我来吗 好嘞 咦 快点 谢谢您 这个菜呢就这样啊 这一盘菜 这怎么吃 先倒里边拌 先倒里边拌 我怎么会吃的 倒里边拌 好 拌一下 哇 看着这个香 可惜了这个木耳了 他这个肉是什么肉 牛肉吗 牛肉是吧 你们也是来旅行的吗 不是啊 尝一下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挺嫩 这就是他们的面 好粗 我觉得把这个菜直接倒了 这是他们 可能我吃盐稍微重一点 反正是 吃点盐 谢谢 我现在走的这条街 应该算是他们的一个 美食街了吧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边的餐厅里吃的烤肉 这个超市还比较大一点 我昨天晚上已经去过了 外的东西还是有限的 现在我准备去一下他们的离街 据说是一个民俗街 咱们过去看一下啊 如果大家想要飞无人机的话 就必须要在这个广场上 这儿有一个公安啊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去做一个备案登记 就在这个便名服务大厅里边去做登记就可以了 很快的 走了这么多的路 才算找到了 特克斯黎街 实际上这个就是打造的一个民族风情街 咱们进去看一下 穿一下 特色村寨 特色村寨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家名委 2017年3月 看 这说是 打造的一个 特色街 谢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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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吃完饭呢 我就去逛了一下他们这边的离街 它就是一个新打造的这样一个民族特色的一条街 主要是客栈 哎 感觉走了个来回也不算太远 觉得很累 这肯定是跟最近一直晚上一点以后休息有关 明天再下雨 我不准备走 如果明天还下 我还是不准备走 好好的休息两天 好容易不热了 在车里白天就能好好的补个觉 哎呦我现在 吃点哈密瓜 吃完了就开始 午觉一下 新疆的哈密瓜就是好吃 今天呀真是太舒服了 关键是天下雨了 一下凉快了 哎呀我坐在车里边就穿一个这个长袖啊 昨天穿着连衣裙把人热得要死 加上暴晒又闷到了晚上特别的闷 哎 今天直接穿长袖T恤 然后还外加了一个外套呢 这种天听着雨声 睡觉 真幸福 对了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驻车的地方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特克斯的这个主题 第一号商务 这个酒店这个门口停的啊 这个外头就是 呃这边这个对面 就往里一拐 就往里一拐是一条美食街 就是他们特克斯的这个美食街 呃就这个口上 就我现在指的这个方向 这个口上 就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呃特别的大 我刚才进去看了 呃里边有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里边也非常的干净 呃本来的话我是准备是把车 呃本来的话我是准备把车开过去的 开在他那个广场上啊 可是下雨呢 我又不想挪动了 呃在这个地方呢 虽然有时候有点吵啊 但是晚上还比较安静 呃这儿人来人往的 过来过去的 又有酒店在跟前 睡觉比较踏实 好了 呃不聊了 呃我现在必须要补个觉了 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啊 哈哈 明天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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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